尽管全世界越来越重视女权 但是性骚扰 暴力 还有贩卖女性人口等等问题 还是不断发生 约旦的一间剧院 决定举办围棋一周的涂鸦艺术节 他们邀请女性涂鸦艺术家 在街头巷弄 彩绘出女性在当地面临的问题 呼吁大家更重视两性平权 小女孩的头发被一位中年男子紧紧抓住 痛苦的表情全写在脸上 披着黑纱的女子一脸无奈 鲜红色的嘴巴凸显女人 有口难言的痛苦 约旦当地剧院举办涂鸦艺术节 邀请25位艺术家 以女权为主题彩绘这座城市 在一段时间 女性没有太多 没有太多 所以我一直在继续在工作 我一直在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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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继续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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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 没有继续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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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 因为我们全都不担心 全都不担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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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约旦首都安曼长期发生性骚扰 暴力贩卖人口等问题 当地家剧院为了提倡女权 就在街头巷弄中 才会女性面临的问题 在墙上的女子脑袋 蹦出许多缤纷色彩 下面再提倡标语 看看我的心 旁边的作品则是用许多缤纷的色块 拼贴出一片巨大的不规则形状 墙上的涂鸦都是艺术创作 也是对性别平等的追求 大 hull 拳派的时候